在河北石家庄无极县 有一块明朝家境年间树立的石碑 上面有三十六个大字 它被后代无数的官员当作作有名 其中功声名连声为六个字 更被视为智礼名言 那么这座石碑有着怎样的来历 围绕着功和领 这两种古代良力最为重要的品格 又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罗冠南 将为您讲述文物中的法治 观真实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在河北石家庄无极县 有一块明朝家境年间的观真石 这块石头是草白玉的材质 长六十厘米 宽六十厘米 厚二十厘米 它是在家境三年 也就是一五二四年的始月 由当时的无极之县 郭云礼在县衙内立下的 这块观真史上 刻了三十六个楷书的大字 吏不畏无言而畏无连 明不服无能而服无功 连则吏不敢慢 功则名不敢欺 功身名连身微 这段话的意思是 下属他不会畏惧我的严厉 但是他会畏惧我的连结 百姓不是佩服我的才能 而是佩服我的公正 保持连结 那么下属他就不敢怠慢 要秉持公正 那么百姓就不敢欺瞒 公正能够产生严明 而连结才能够树立威信 那么郭云礼 为什么要立这么一块观真石呢 根据南朝刘邪 在《文心雕龙》当中的解释 针啊 就是帮我们治病防范用的 这个真石一样 是用来进行规劝和告诫的 一种文体 观真啊 就是专门给官员的告诫 刻在这个石头上呢 就叫做观真石 这段话啊 最早是明朝永乐年间的理学家 曹端 他对自己的学生说的 当时他的学生郭慎 新官上任 专程去拜见恩师 顺便就是要请教一下 这个工作的经验 曹端就语重心长地跟他说 说 做观啊 最重要的就是要公正和怜悯 这样才能够保持 严明和威信 后来明代的山东巡抚年复 在曹端的原画的基础上就进行了加工 最终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 三十六字的观真 郭云礼呢 他就很喜欢这段话 他就在自己每天工作的这个县衙呀 立下了这块观真石 用这段话勉励自己 不能在官场当中迷失初心 不止郭云礼 当时还有很多官员 他也把这段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刻成石碑 来提醒自己和后来的官员 要时刻保证公正和怜悯 中国古代啊 一向注重至官 早在战国时期 韩非子就提出了 民主治力不治民的主张 意思就是说 至官啊 才是国家治理的根本 官吏能不能做到 奉公守法 亲政联名 直接会决定这一个王朝的 兴衰存亡 这个理念呢 也体现在了 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 从选拔 任用 考核 监察 到退休 历朝历代 就围绕着 公联二字 大建出了一套 完整的 直观的治理体系 对官员的 整个职业生涯 都有着详细的规定 这些规定 细致到什么地步呢 在大清会典里面 就连官员的 离任 复任的天数 都做了规定 覆盖的 要多全面 有多全面 几乎啊 找不到什么空白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出现了很多 清官联礼 他们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不受名利的诱惑 始终秉行着 公正联名的 为官做人之道 在历史上留下了 一段段佳话 公生明 天生暗 为政之道 莫若治公 公是为政的最高原则 古往今来 不少良力都把禀公执政 视为做官的头等大事 明代之时 明臣王敖 武朝为官 历任要职 却能做到 公正无私 门无私业 留下公联的美名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 文物中的法治 观真实 说起来能够担得起 公生明这个公字的 那么明朝的时候 有个吏部尚书 叫王敖 他为人啊 刚正不阿 在明朝当时的这个官场上啊 一直都有着 私下托关系 请人办事的不良风气 王敖就很厌恶这种做法 但他偏偏做的又是 专门掌管人事的 这个吏部尚书 他随口一句话 就能让一个无名小卒 从此平步青云 所以自打上任的第一天起啊 王敖就成了很多人 想要公关的这个头号对象 那不用想也知道 想和他见上一面的人 那肯定是能多的 把他们家的门槛都踩拼 那要是换做别人 在官场上 这个打拼了这么多年 终于到了这么高的位置 是不是先见一个阔气的上书府 迎来送往 然而王敖在立部待了这么多年 竟然从来都没有在家里 私下招待过客人 那些一开始啊 有心去巴结他的人呢 后来也不敢去找他 那他是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啊 王敖为了防止别人登门拜访 他是严防私守 他不仅没有搬出原先的那个旧房子 而且下班之后啊 他是主动留在单位里过夜 逢年过节 他才回家去和家人团聚 有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 要么呢 就在上朝前和人这个当众讨论 要么呢 就在上朝的时候 直接上奏给皇帝 之后呢 他就紧闭嘴巴 既不私下谈论 也不向无关人士泄露 完全不给人钻空子的机会 不管是谁啊 想从他这里 问点信息 捞点好处 刚开口没两句 就会遭到大声的呵斥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因此啊 王敖家门口 总是冷冷清清地 和这个平常百姓家一样 说出去 是谁也不信 这就是当朝 堂堂立不上书的府院 在严于利己的同时 王敖对家人呢 管得也很严 有时候甚至到了 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 王敖一生啊 是坚决不怨纳妾 他和夫人呢 是从年少到白头 一直感情很深厚 然而 这样的模范夫妻 也是闹过矛盾的 王敖啊 就曾经和他的夫人 爆发过一次激烈的争吵 甚至还动了手 大家可能要问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啊 他们有个女儿 嫁给了金娇的一个叫做 贾捷的官员为妻 这个贾捷呢 就一直觉得 待在京郊没什么前途 整天就想着 能不能进京做官 王夫人呢 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 每当这个王夫人 思念女儿了 想要她回娘家 陪陪自己的时候 这个贾捷呀 她就是一脸 不情不愿的样子 就是拦着妻子 不让她走 还跟她说 说岳父大人啊 就是管人事调动的 以她的关系啊 只要她肯帮我说句话 立刻就能把我这种小官呢 调回京城 这样呢 我们就不用在外面 继续过苦日子了 你也可以整天地 陪在岳母身边 大家是皆大欢喜 哪还用现在这么麻烦 王敖的女儿仔细一想 丈夫这番话 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于是呢 就去央求自己的母亲 让母亲帮自己 打打感情牌 劝父亲 给自己的丈夫 行个方便 王夫人和王敖 朝夕相处这么多年 当然是比任何人 都清楚自己丈夫的脾气 但是呢 又实在是心疼女儿 她只好挑了一个 这个王敖 心情不错的时候 准备了一桌 王敖喜欢的饭菜 让她喝上两杯 趁这个王敖喝到半醉 这个迷迷糊糊 有点放松警惕的时候呢 王夫人就是跪在地上 恳求她说 我知道你一向公正 但是呢 帮咱们家的女婿 换个地方工作 影响不到别人 就当是为了我和女儿 求求你把这个女婿 调到京城里来吧 谁知道 王敖是话还没听完 就明白了夫人的意思 她是火冒三丈 随手就抄起了 这个桌上的餐具 就扔了过去 就大喊道 你们明明都知道 我就是负责管官员的 你这就是 要让我用手中的权力 来带头寻思吗 我要是连自己都管不好 我还怎么有脸去管 全天下的贪官污吏 王夫人刚想再说点什么 王敖已经碰的一声 摔门而去 从这天起 她就一直睡在巢房 就是官员们 每天上巢前的 这个休息室里 和自己的夫人 冷战了整整十天才回家 之后再也没有人 敢跟她提这件事了 女婿贾洁 想靠自己的老丈人 把自己调进京城的算盘 终究是落了空 直到王敖去世 她都没能进京 除了严格管理 官员的人事调动 王敖还非常注重 官员选拔的公正性 王敖自己有个孙子 叫王辉 在太学读书 有一天啊 王敖正在这个书房里办公 王辉就推门进来了 非常高兴地 这个挥舞着自己 盖着官印的这个准考证 说爷爷 你看 我要参加秋式了 就是香式 在秋季举行 王敖结果一看呢 是大惊失色 他想 我这个孙子啊 还没念上几天书 怎么可能就能参加得了秋式呢 看来是下属们啊 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他开后门拿到的 看着自家的孙子 王敖的脑子里想的却是那些 穷苦人家的孩子 头悬梁 追刺骨 寒窗苦毒的身影 如果让自己这个 还没有什么 真才实学的孙子去考试 那么考官们 为了讨好自己 巴结自己 让王辉被高分录取 那么就会顶替掉一个 本来应该借着这场考试 改变命运的普通考生 那么这样的科举 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如果选出来的官员 全是这些大脑空空的这些人 又怎么能指望他们 为平民百姓谋福利呢 想到这里啊 王敖就揍起了眉头 直接把这个手里的 这个准考证 塞进炉子里就烧了 然后对这个 看傻了眼的孙子说 家里送你读书啊 只是为了让你 跟着老师掌掌见识 不需要你借着我的光 去争什么功名 以后呢 你也不准再动考试的念头 要把机会给这些 比你更用功的学生 看爷爷的态度如此坚决 王辉也只能照做 正是这样坚守原则 公正无私的王敖 他用自己的一生 来阐释了公申明这三个字 他在混乱的官场上 能够始终保持着头脑的清醒 提拔了很多优秀的官员 也揪出了不少探官污吏 努力维持着国家官僚队伍的稳定有序 连者正之本也 能连则正兴 连结是政治清明的表现 也被很多古代良力 视为为官之本 立身之本 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 雍正王朝中 有一位清连耿直的官员 孙嘉诚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清代名臣 孙嘉干 那么孙嘉干是怎样一个人 他又留下了哪些故事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罗冠南 将继续为您讲述 文物中的法治 观真实 说完功声明 再来看看连声威 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观众朋友 一定对一个叫做孙嘉诚的官员有印象 他直言善贱 就是胆子大到连八二个都敢当众顶撞 而孙嘉诚在历史上的原型 实际上是清朝的孙嘉干 孙嘉干出生于山西新县的一个农村家庭 小时候家境贫寒 他就白天砍柴 晚上读书 到了康熙五十一年的时候 考中了晋士 从此为官四十年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当过两个皇帝的老师 以敢于执剑而出名 他既是建成又是能成 一身茶滩屋 平渊玉管科举修和道 做了很多为民造福的事情 被称为山西清代名城第一人 传说在乾隆十二年的时候 孙嘉干到了退休的年纪 他清廉一身 积蓄还大多捐给了贫苦百姓 自己的这个府邸里 连个像样的桌衣摆设都没有 到了告老还乡的时候 竟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 能够带回去 古时候讲究啊 这个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他就想了个办法 他连夜呀 买来了十几口后木箱 在里头亲手装满了这个砖头 用这个绳子是绑得 严严实实地装上了马车 这第二天就好几辆马车 浩浩荡荡地载着 这些沉甸甸的箱子 一路上招摇过市 碾下了深深的这个车咕噜印 这旁边看到的人呢 都瞠目结舌 以为这个车上啊 装的都是金银珠宝 那这个乾隆皇帝也接到了举报 乾隆听完大怒 好你个孙家干 这装了一辈子的穷啊 大家都夸你是个大清官 没想到啊 竟然背着大家贪了这么多 这下可算是我 逮到了你的狐狸尾巴了 乾隆皇帝对孙家干 是失望至极 赶紧就派人去半路堵人 把这个马车拦下来 挨个儿地开箱检查 却发现这个箱子里啊 是满满当当的 不值钱的砖头石块 他就问这个孙家干 为什么要这么做 孙家干就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 说臣当了这么多年的官 如果这么两手空空地回去呢 家乡里的人可能会议论 朝廷呢不体恤官员 也会笑话成没本事 我就用这些箱子撑成门面 一是呢照顾一点家人的感受 给这个朝廷针点脸面 二呢也把这个 这个金城的这个砖块啊 运回老家 我呢弃个砖窑用来养老 以后看到这些砖块呢 也能留点念想 乾隆皇帝是大为感动 下令就把这些砖头石块 全部都换成真金白银 让孙家干带回去 留下了一段砖头换黄金的佳话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呢 那是因为孙家干啊 他就是一个连结的官员 关于他连结奉公的故事 也远不止这一桩 他不光注意保持自己的清正连结 而且还热衷于打击贪腐 促进其他官员的连结的品性 在孙家干的老家山西啊 有一个岩池 这个岩池呢 在黄河以东的位置 所以被称为河东岩池 在巅峰的时期呢 光这一个地区的岩税啊 就能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 雍正登基之后呢 河东岩镇就由陕甘总督 年根瑶来兼任 接下来这个雍正就开始发愁 那么选谁来当下一个河东岩镇呢 对于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 那河东岩池 绝对是个天大的诱惑 所以这些人是自然选不得 这个时候 雍正就想到了 曾经被他评价为 这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爱财的孙家干 这个孙家干啊 既不贪财 又做人正派 放眼全国 都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于是雍正就派孙家干 去做河东岩镇 让他整顿一下当地的官场 孙家干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啊 就是去基层调查 他查着查着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河东岩池啊 确实是有钱 每年这个征收的经费呢 就能高达十万四千两 换成我们今天的人民币 差不多有上亿 但是年根摇之前呢 每年他只交五万两给国库 其他的五万四千两啊 都被他以养联营的方式 和其他的官员就私下分掉了 比如年根摇本人呢 他做河东岩镇 每年就能分到一万三千两 光这项收入就高出 金中三品大元工资的三四倍了 放到今天大家可能无法想象 清代的地方官 每年可以名正言顺的 拿到这么多钱 那么他们每年分到的这个养联营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啊 养联营正是清朝官方 用来打击贪污腐败的一种手段 清朝的官员呢 普遍工资不高 这个一品大元的年薪啊 也不过一百八十两 很多这个官员 甚至连维持温饱啊 都有问题 他就只好找这个 本职工作以外的法子 靠这个灰色的收入 来维持生活 雍正继位之后呢 为了整顿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 他就提出了建立这个养联营的制度 就是从这个地方的火号 火号啊 就是在住银子的时候 因为这个银子有损耗 所以要对老百姓再额外多争一些税 从火号和正常的税款里头抽出一部分 来分给地方官 换得他们不再贪污受贿 但是雍正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地方上的实际执行中啊 并不像大臣在他面前说的那么美好了 那么比如此时 孙家干就发现 这个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听说当初年根瑶 可是给雍正这个养联营的制度 出了不少主意 毕竟啊 年根瑶是雍正的小舅子 又是辅佐雍正上位的大功臣 那么这么一个皇帝面前的大红人提的建议呢 皇帝也是照单全收 没想到啊 年大将军自己 光靠着河东炎镇这一项兼职 就能光明正大的每年 多化一万多两银子 进自己的小金库 更让人吃惊的是 这河东炎池虽浅 那不仅上级官员普遍的贪腐 连最低级的小官员 他都要苛扣这个主炎工人的血汗钱 还有一堆人不在山西 本职呢 也和盐无关的军官 也能够年年排队领着河东炎池的养联营 想到这里啊 孙家干事不由地长叹一口气 这养联营到底养的是哪门子的脸 他心里想啊 我来当这河东炎镇 可不是为了来领这养联营的 这些地方官啊 各个都是人精 要啃下河东炎池这块硬骨头 我必须得做出表率 于是孙家干就宣布 先拿自己开刀 作为新一任的河东炎镇 带头减掉了养联营五千两 盐运时减掉四千两 但是那些负责干活的盐官 他们的养联营则保持不变 又把西安将军 宁夏将军 四川副都统等军官的这些 养联营是通通取消 这一下就为国家审出了 两万两的影子 孙家干一生当中 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当官 都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当中 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形象 到了晚年啊 他还对自己提出了 八个方面的要求 写了一个居官八约 当作自己做官的准则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对国家呢 要忠诚不炫耀 对同事要尊重不骄傲 不要争权夺利 不要追逐公民 办事的时候呢 要追求时效 说话的时候呢 也简明恶药 社交上要老实本分 生活上要勤俭节约 即使孙家干多年积累的 为官的经验 也包含了当时 对官员群体的大部分的要求 直到今天看来 仍然是字字足迹 官真时尚的公联之道 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 成为对官员的要求和期望 就是因为它不仅符合 王敖 孙家干 这些优秀官员 对自身的要求 更是准确地代表了 我国自古以来 对官员这个群体的 整体的期待 古往今来 为官至政之人 都要扣好 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只有不忘初心 保持政治上的良心 清清白白地做人 干干净净地做事 做到克己奉公 以简修身 拥抱亲政廉洁的本色 才能回应得了群众的信任 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法律讲堂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在河南南阳 有一块清代的感恩碑 与此相似的是 在明代江苏 聚荣县衙的屏风上 也曾有过一幅 著名的青菜图 这与蔬菜相关的 石碑和土画 又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下期将为您讲述 文物中的法治感恩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